各位健康蛋观众 在我身边的心脏科专科医生 林仁仁医生Dr.Nam 你好 彦哥 你好 大家有关心脏病 心脏问题留言在健康蛋的视频 所以请林医生来解答 J.A.1313问有高血压 已听医生说吃着血压药 但也没什么用 也是这么高 为什么 这个问题等于一个餐厅 就算煮食物多好食 也不是百分之百人 个个都说好食 血压高是说血管压力增高 其实也有很多机制 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排水不足够 有时候血管收缩 或者心跳太快 很多原因令到血压高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血压药 要针对病人究竟是哪个机制 可能不同的药帮到不同的病人 所以这个病人 我首先会看看他因什么血压高 会否是他属于心跳比较快 血管紧张的病人 可能某类的药帮助他多一点 这个是最常见的 但如果就算对药 也要看药的份量是否合适 他可能是吃一个最小份量的药 可能加大便完成了 但虽然这样说 我们要知道 其实医血压高除了吃药 还有很多方法 我们以前说两条退走路 第一吃药 第二要透过生活习惯改变 什么情况 病人会容易 就算吃药也控制不到 例如他很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 老人家 美国退化 经常都吃得很咸 那些水当然排不到 也要看他自己有没有做运动 我们知道如果做运动的病人 可能血管弹性好一点 血压又会控制得好一点 但如果说这些准时吃药 又吃对药 吃对份量 又生活习惯都做得很好 很清淡 定时运动都高 我们在医学上的确有个 挺有趣的名字 叫做返治性血压高 不是返童 返治 返治 很难搞 很环固 做完所有的事情 血压都控制不到 解释了可能是环置性 Summerl一 他说他一向有高血压 亦有吃药 不过近期间不忠有云 所以去复诊 医生叫他考虑做高血压道管手术 为何高血压要做手术 是否一定要做 手术有何风险 我们跟回刚才的题目 环置性血压高 通常医生都觉得 你已经尽一切努力 包括生活习惯很好 也吃药很乖 但血压也控制不到 血压控制不到有何情况 你可以比喻 我们的血压高 在血管里面 就好像吹气球 如果我们不断吹气球 最终气球会发生什么事 会爆 如果在脑里面的血管爆了 腊出血 如果是大动物血管 一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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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犯 這些都可以令病人即時致命 如果醫生都覺得 我們用了傳統兩條腿走路都不行 其實就應該試試第三個方法 就是我們說的高血壓導管手術 它有一個比較專業的名字 叫做腎臟膠感神經消融術 其實都在說這件事 我看到是否這個 是這個 我先拿著 你先說一下 有關腎臟膠感神經是甚麼 腎臟膠感神經 膠感神經是我們身體自主神經的一部份 我們身體自主神經有分為膠感神經和副膠感神經 其實很簡單 如果我們很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膠感神經就會激活 如果我們很緊張的時候會出現流汗 心跳加速 血管收窄 你可以想像這些情況 如果激活了這個早膠感神經 血壓就很難控制 因為它會刺激腎臟分泌很多腎素 那些腎素就會令到血管收縮 那你怎樣吃血壓都過不了 那麼我們要消融膠感神經 其實那個理論就是我們有些方法 減弱這些膠感神經活躍程度 身體其實全身都有膠感神經 不只是腎臟血管附近 但是腎臟血管附近的膠感神經 就是我們比較容易用導管的方法去到 亦是身體其中一組比較集中活躍的膠感神經 這一組膠感神經其實就是包住腎臟血管 我們看回這個圖 看回這個圖大家會見到有兩個腎臟 腎臟會有些血液去供應腎臟 那個膠感神經就不在血管裏面 它是血管外面好像蜘蛛網包住血管 蛋哥你會問那怎樣減弱呢 其實我們用一個隔山打牛的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腎臟血管 其實我們可以由大腿那條動脈 我們叫古動脈擺一條很幼的導管 導管會進入到動脈入面 好像這個情況 即是Mission Impossible 那些線中間進入去 就不驚動到外面的蜘蛛網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外面的蜘蛛網 但我們進去必須到導管入到血管裏面 於是在入面我們就開始用一些射頻的能量 其實射頻是一些無線電波 我們如果用一個高頻的射頻 就會產生一個熱力 這個熱力很有趣 有些人很耐熱 譬如血管組織 你弄到四五十度它都頂得住 但在外面的蜘蛛網 四五十度它就頂不住了 就會透過血管傳出去 它就破壞了這一組組織 所以在這個手術過程當中 導管入到腎臟動脈血管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溫度大約四五十度 外面的一組神經線就破壞了 但血管本身是健康的 燒溶了它 對 燒溶 燒溶 沒錯 它是否一定要做的 剛才Summer說 是否一定要做 好 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血壓的控制 和你的併發症 我剛才說了 腦出血中風 心臟病 大動脈撕裂 急性心臟衰竭 腎衰竭 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說一下 其實這個嚴重程度 我很多時跟人說羅斯福總統的事 羅斯福很厲害 美國的一個連續四屆連任的 美國總統最出名 二次大戰都是他帶領美國 去戰勝這場仗 羅斯福總統其實63歲就過世了 他過世的時候 你猜一下他的血壓去到多少 他是血壓的嗎 他是血壓高 引起急性腦出血去過世 他上壓去到300毫米共鑄 大家會覺得 為何一個總統會沒有人醫治他 因為我們的血壓高藥 其實差不多1950年代才慢慢有 所以在1950年前 為何人會這麼短命 有些病人 名人突然離世了 60歲便離世了 其實很多是因為血壓高頻發症 如果長期血壓高那麼高 的確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羅斯福這件事 人們對這些很難控制的血壓高 有特別體會 以前沒有這個方法 人們怎樣做 是有外科膠感神經切除 會開肚子 即是帶手術 對 將膠感神經切除 便會發現血壓低得很厲害 便控制了血壓 當然這個外科手術 隨著我們有這麼多 日生月異的血壓藥之後便沒有了 但又死灰復炎 當我們很幸福 現在活到八九十歲 有些血壓控制到血壓之後 有這麼多種血壓 要去選擇控制到血壓 但也有大概十多個百分之病 無論怎樣做也好 都控制不到血壓 如果他想再好些 活得長命些 不會有這麼嚴重的併發症 我們便想出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不像以前要開肚子 撤除神經線 就是用隔山打牛的方法 將腎臟附近的神經線 減弱活動程度 很多時八成幾至九成的病人 做這個手術 其實血壓都會有效控制到 將來便不會有這些併發症 我們的科學數據告訴我們 只要你的血壓上壓降五個毫米共注 不是很多 你知不知道中風 心臟病的機會率可以降到多少 約15% 所以是很厲害的 大家不要看數字 如果純粹看數字當然是很冰冷 但數字背後帶來的後果很嚴重 上現到一人中風全家發風 其實作為一個經常看腦出血中風的家人 即是帶家人帶病人來看 我對這件事也有深切體會 我們不如試看看 其實這就是道館 是嗎 是 這是拿出來的 這就是腎臟交感神經的消融術方向 但我想問兩個問題 是怎樣做 這道館是由哪裏拆 這道館是由哪裏拆 如果我們做這個手術 消融的時候有少少疼 所以我們就像人家做腸胃鏡一樣 病人就麻醉了 監測麻醉 監測麻醉 躺著了 這道館的傷口是很小的 一兩紅米 是拉直了 為何它設計像株尾一樣 就是為了上面有四個金色的地方 是呀 可以稍後靠近一下 這四個點 當你設計株尾入了血管之後 拉後便會更加貼到一個血管的不同地方 好像360度 這四個金色的點就是射頻流量發出來的地方 於是同時可以環繞 上下下下左右進行消融 這道館如何去到腎臟血管 我剛才說 這是我們的土腩 土腩後面有這兩個腎臟 透明的地方就是腎臟血管 黃色的地方就是蜘蛛網 外面圍繞著腎臟血管 做手術的時候 病人睡著了 我們會把這條很小的道館 像剛才這裏一幅圖 這道館會放進去 你會見到這道館會放進去腎臟動物 你想像這道館已經放進去白色動物 裡面 它外面會駁著一個射頻發射器 有一部機器按鈕 它就會將一些無線電波 串離這四個點 這四個點就會產生熱力 熱力就會滲透出血管的外面 令到神經線活躍程度減低 其實整個手術過程 你見到腎臟動物血管 我們可能做兩個位置 這裡一個一個一個四五個位置 做另一邊的血管 大概整個過程半小時到45分鐘便完成 病人的傷口 你想像是因為道館很柔 好像在大腿一個針孔 有些病人早上進來做手術 他不想住院 下午如果傷口沒有東西便可以回家 但有沒有風險 暫時來說 這個手術安全性相當好 基本上你可以摸摸這道館 其實很遠 它刺穿血管的機會很小 我們唯一擔心是穿刺的位置 如果穿得不好可能有些乳傷 但你說這些道館損害的腎動物 造致大出血在臨床上 我都未見過 既然高血壓就不用吃藥 做一次手術便要白療 我這個問法是否白癡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高血壓藥不同的高血壓藥 都有不同的副作用 例如有些利尿的食藥要去小便 有些擴張血管可能吃到腳腫 有些血壓藥吃到咳 都有的 並不是食藥一定解決到問題 你問這個問題的確很聰明 但因為科學的發展 我們很多時都要看臨床數據 一開始這個這麼新穎的方法 他又不敢一開始就打大佬 即是跟那些藥比較 於是他就選一組病人 吃藥無效的病人去試 發覺真的有效 你說那些病人未吃過藥 就跟道館的確有這樣的研究做了 大概三百多個病人 一組二百多個就做了這個手術 一百多個病人沒有吃藥 於是就覆診他們三個月 發覺做了手術那組病人 是降了多一點的血壓 即是沒有吃藥那組病人 當然是沒有怎樣說 但這個手術做了手術的病人是降了 這個設計差不多是幾神奇的手術 因為參加這個研究的病人 有心理作用 他就算沒有做過這個手術 都會被人假罵罪了 然後在腳上刺傷口 用這個方法就會說 你心理上作用或壓耗了 但用這個方法都顯示到 這個手術是有效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不過相比我剛才說 吃藥吃不到那些 全球是幾千個病人的數據 這個僅僅是一二百人的數據 我相信在臨床指引 暫時被病人控制不了血壓 但我相信隨著這個手術 越來越普及 越來越多臨床數據說 有可能將來他在治療血壓的推薦 可能不是血壓藥吃後失敗的病人 可能會退前一點也不定 最後一個我突然有八千問題 現在這段影片出了 大家看到這個過癮 會否有病人走來 第一次見你 我看了這段影片 林醫生 我想做這個 我血壓局我想做 我不懂 他可否有權決定這件事 還是你告訴他 我也會通常跟他說 臨床指引是怎樣 譬如我們吃了三隻血壓藥 上下都是160 這是最多數據 另一個是你說的情況 我想作為醫生 其實最重要是 將所有選擇解釋給病人 有食藥有手術 現在我們臨床數據去到哪裏 病人其實自己是有權選擇 但作為醫生 我一定不可以誤會 我要賺你錢 所以肯要逼你去做手術 或者是有一個特別傾向 我只是說現在有幾個選擇 看看最終他覺得誰是最適合他 Well06719就說 他是一長者 他反而是心跳慢 血壓低長期 心跳60至80下 最有感覺快時是自己感冒 治良血壓肌一百二十下 心跳120下 這又是甚麼問題 跳得慢是否血流慢會易中風 因為中風也是很多人關注的平伐症 心臟引起中風 除了我們說 血壓高爆血管 或血管塞了之外 其實常見的另一個 我當時在公立醫院做事的時候 我們都統計過病人進來醫院中風 是因為甚麼原因 原來有四分一個人 不是因為腦血管塞了 原因是因為心臟 因為心臟隨著年紀大 有時會跳得快 有時會跳得慢 尤其跳得快的時候 其實它又快又不規律 這種我們統稱心律不整 當然有些很複雜的學名 叫心防戰動 這種情況等於一個河流的水 如果它很順暢地流 它不會積太多沙沙沙沙沙沙沙 但當你心跳有時快有時慢 於是心臟流血不太順暢 它可能有一粒血塊 黏住在心臟表面的壁 好像一粒珠虹 塞住在壁 它脫了出來 心臟一泵血 這一粒血塊隨著血流 衝上腦便可以塞住腦血管 這樣便會形成我們所說的中風 原來公立醫院有四分一的人 中風是因為心律不整 所以Wailo6719 我真的挺強烈建議 真的應該看一看心臟科醫生 看看是否真的有心律不整 這個問題 因為是有藥醫的 如果我們知道它是心律不整 我們去處方一些薄血藥 讓它不容易有血塊形成 中風的機會便會減少很多 另外一位Rebekah Lai 6331 她說她22年6月 做撤除心臟腫瘤手術 現在康復之中 她想知道要何時才康復 會否翻法或遺傳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相信她如果找書 都未必找到答 因為心臟腫瘤很少見 心臟腫瘤大部份 我們看到臨床上的腫瘤 都可能是一些轉移的腫瘤 例如肺癌症 心臟在隔壁 走到心包 心包便開始積水 其實不是心臟腫瘤 其實是別處轉移過來 但如果心臟本身的腫瘤 90%以上都是糧性 我們稱為糧性的心臟腫瘤 如果很大才需要做手術 因為很大 心臟是四個房間組成 如果很大便會阻礙血流方向 所以便需要切除 切除亦都要看 她問得很清楚 即是說好返了 會否犯法 因為主要是糧性腫瘤 如果切得乾淨 再生回的機會 其實是很小 小於5% 但在臨床上 我們都看到一類病人 如果她很年輕便有心臟腫瘤 譬如30歲以下 我們說心臟腫瘤 是很少 但有一部份人 如果30歲以下 有幾個房間都有這顆腫瘤 多數都是遺傳性 遺傳性 如果你切除 因為她多粒 即是幾個地方有 那番發機會又高些 可以達到20% 所以這個心臟腫瘤 是一個很罕見的病 大部份的治療方法是外科 亦都有少部份年輕病人會上發 所以遇到這個問題 首先要跟醫生談談 否則遺傳性那些 大部份都醫治得好 遺傳性那些 她長遠受命都不會受影響 不過可能上發的時候 要做多一兩次開胸手術 便會吵架少少 謝謝 今天你們的留言 林醫生特意回答了 回答後 每一條影片又有留言 有留言的時候 我們要麻煩林醫生 有時間 上來和我們解答一下 多謝林醫生抽時間上來 如果你們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請和我分享出去 有問題的請留言 訂閱健康彈 按鐘仔和我們的Apps 謝謝 謝謝蛋哥 唱 did button 什麼 想法 並łam 成功 音樂